我经常低血糖是不是就不会得糖尿病呢 这实际上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 实际上在一个糖尿病病人中 他既可以出现低血糖也可以出现高血糖 而低血糖呢反而会是一些早期的糖尿病病人的一个早期的症状 为什么这么说呢 糖尿病呢他在发病之前 他不是说血糖一下子就高了胰岛功能 一下子就差 它是一个逐渐缓慢的一个过程 他在早期呢他会表现为胰岛素水平的一个上升 随之呢这个胰岛素呢 他对于血糖的硬打也会减少 我们吃了东西以后呢 胰岛素分泌就不会像正常人那么快 他可能出现了滞后 这就是糖尿病病人常见的胰岛素高峰的往后延迟 那这个胰岛素高峰延迟以后呢 他就会表现在一部分病人在血糖该高的时候不高 该低的时候不低 表现为我们吃了东西以后 在餐后的三到四个小时的时候出现了低血糖 那我们测两小时的血糖 他反而是升高的 这是糖尿病早期的一个表现 所以有些病人说 哎呦没事我的血糖我经常低血糖 我肯定不是糖尿病病人 这种说法是绝对错误的 尤其是发生了这种餐前的低血糖 我们更应该警惕糖尿病的一个发生 如果您有餐前的低血糖呢 建议我们到医院去做一个糖耐量以及延长的一个糖耐量实验 去测一下他空腹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四小时的一个血糖 我们看看他这个血糖的一个变化 如果一个病人呢他在餐后三到四个小时经常低血糖呢 我们可以试着改变一下他的一个饮食习惯 比如我们举一个例子 像早餐 我们一定要吃一些含蛋白的 他可能会盯的时间会长一些 就会在餐前不容易那么容易出现低血糖 所以对于一个病人来讲 不是说血糖高一定是糖尿病 血糖低不一定就不得糖尿病